受到少子化的影響 不少學校難招生 但是屏東墾丁國小 鵝鑾分校卻意外的很夯 原來大家都是衝著 學校裡頭的海洋課程而來的 除了有衝浪 有SUP教學之外 潛水畢業典禮 更是提升了學校的知名度 根據了解 全校有20位 甚至有學區外的同學 還有家長甘願 每天往返 將近兩個小時接送孩子 就是為了讓他們 探索海洋的魅力 學生穿上救生衣 拿著潛水挖鏡 準備開啟海洋課程 衝浪板堆疊在教室內 滿滿的海洋裝備 應有盡有 認真聽課 臉上藏不住 探索海洋的興奮心情 校門口對面就是大海 鄉中這片海 還有人跨學區來就讀 你以前住台北 有像有像 我喜歡這裡的海和生物 我們會去浮田 浮田喔 覺得好不好玩 好玩 探索大海上課 屏東墾丁國小 鵝鵪分校海洋課程 一個學期有二十階 一二年級 從認識潮間帶開始 到了三年級 會安排自由潛水教學 四年級更進階 有珊瑚百話觀察 SUP 五年級開始 學習衝浪 帆船 六年級則是有潛水教學 和潛水畢業典禮 現在鵝鵝鵪分校 總共有四十六位小朋友 說像潛水的一些活動的話 我們都是台灣潛水的教練 然後他們都是一對一的 對我們小朋友的教學 安全上考量都比較齊全 所以他們都是 據了解 全校共有四十六位學生 其中就有二十位來自學區外 甚至還有家長 每天往返兩小時路程 為了讓孩子探索海洋魅力 也持續投入海洋有序活動 獨特的海洋課程 便潮航小學 接著四十位屏東採訪報導